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大家平时没有做运动 就去参加这些比赛 比赛完周申筒 我们如何舒缓呢? 首先说回 大部分做完这些长跑运动 我们很多时候会出现 所谓的肌肉疲劳 通常是比赛完第二天 会出现周身痕 这些我们称为持发性肌肉痕疼 通常一两天就会消散 一般处理方法都是休息 可能做按摩 以及足够的补充水分 慢慢做的改善 当然亦会出现所谓的路线 例如筋肩炎 甚至关节路线 我们就要小心 例如这些痛症 是迟了一些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自己不太了解身体状况 就最好找一些 百里治疗师 甚至乎是医生去求助 我们会判断一下 究竟那个伤痕是新还是久 如果新的话 通常我会先采用冰肤 因为用冰肤 就可以采源止痛 减低肤 如果是慢症的痛症 尤其是腰背痛 我们才会考虑用热肤 如果那些跑步伤患没有妥善处理 肯定有机会带来一些后遗症 譬如筋肩炎 通常都是因为一些轻微的撕裂 而造成筋肩痛楚 甚至会肿胀 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要暂时停止 继续去跑下去 要休息 要进行復健 直到没有痛消肿为止 因为如果这些病症更持续的话 而你继续做运动 就会为这个患处带来更加伤患 伤患是会累积的 譬如筋肩 那个肿肩可能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做一些检测 譬如磁力控制 可能看到那个撕裂的情况 会越严重 甚至可能会因为一些意外 而造成筋肩的撕裂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些所谓的伤患 轻微的痛楚 我们都要留意究竟 它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机会累积 变成一些比较严重的伤患 经过这么长途的比赛之后 或许多我们身体会有些痛楚出现 这些痛症是否代表伤患 但也有部分情况 其实是属于所谓的 磁发性肌肉痛 这个磁发性肌肉痛 其实是一种运动之后 大概24至72小时之后 出现肌肉酸痛和不食 通常会持续两三天 过了之后 我们慢慢就会痛楚的减轻 也未必不会带来什么效果症 我们事前要做热针运动 要拉筋 做完运动之后 也要继续做一些拉筋 和按摩 希望可以减低这个DOMS的出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